中国歼16战机 中国研制飞机这条道路虽然历经艰辛,但在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之下,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。 可以说,从飞机研制成功,到试飞成功到入列部队,一路走来的发展进程也相当顺利,如今,一道道技术难关相继被攻克,我国研制的飞机也即将进行量产阶段。 说起我国先进战机人们想到的首先就是歼20隐身战机,但今天要说的却不是这款飞机,有美国媒体还专门发文称,忘了歼20吧,中国还有一款更让人畏惧,这里所说的就是我国歼16战机。 自诞生之日起,歼16战机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,关于量产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,近日,有消息称我国歼16战机即将实现量产,在日前央视七套一道南木中,我国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侣,在审飞进行接装培训,1404批次的歼16战机曝光。 歼16战机最初是从俄罗斯苏到30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,由于外形参考了苏30MKK,其有着独特的混血长相,但是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先进战机,作为一款重型多用途战机,它既可完成至空作战任务,也能进行对地、对海攻击。 最新批次歼16战机作为我国主力战机之一,歼16自然也深受国外媒体的关注,美国媒体就将其称为中国版F15,认为其航电系统经过大幅改良,加上全新配备的大量制导武器,其在进行远程攻击的时候性能值比美国F15战机,与俄罗斯苏30MK战机,美媒的文中指出, 在电子战方面,我国一直远远落后于美国,但近年来这个差距逐渐缩小,尤其是在歼16战机诞生以后,美媒衬,我国正在效仿美军改造超级大黄蜂战机的经验,将目前的主力机型歼16战机改造,为更具有电子战能力的歼16D。 早在2015年的时候,网上就曝光了歼16D战机进行试验的画面,与歼16不同的是,歼16D机一一间安装,了类似于美国EA18G战机的电子干扰掉舱,机身还多了些天线和电子战装置。 更为重要的是,歼16D战机,改变了机头整流罩的形状,此举或许是为了装备更先进的有缘向控制雷达。 美媒认为这款电子战飞机极大可能,是用来对付美国海军舰艇。 网上曝光的歼16D飞行照片,由于歼16D战机的挂载能力非常强大,人们赋予了它炸弹支撤的美誉。 有分析认为,电子作战是赢得战争的关键,毕竟开打后的前几个小时是最重要的,必须要具备能够压制敌方雷达系统的能力。 因此有炸弹支撤美誉的歼16D战机,将使中国空军的空中战略转首为功。 作为促进我国空军战略转型的重要机型,歼16战机可以说是汲取了1991年海湾战争和2013年伊拉克战争的诸多警示。 如今,凭借先进的新能歼16战机,也得到了众多好评,无疑将成为保卫祖国的蓝天配件,丁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ren't touched the didn't start sound Poweriff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